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也不存在了 也不是 也不是不存在 是存在 但是呢 这些东西虽然是存在 但是就是失去了它的真实性 也可以说是存在 这个人也存在 物质也存在 这个世界也存在 但是不存在它们的真实性 比如说比较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我们很多人 大部分的人 这个做萌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做萌 所以呢 这个蒙经的一切都是 对我们来说是显得非常非常的真实 然后有些人就个别的人呢 他会知道他在做萌 那么他 当他知道他在做萌的时候呢 这个萌 是不是一下子消失 不是的 萌还是会积蓄的 仍然会积蓄的 但是呢 这个已经他已经知道了 这就是萌 这就是萌经 所以他 他这个 这个 这个萌经呢 不能给他带来 这种痛哭 欢乐 这样子的 这个 营香 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不是真实的 但是萌经还存在 就是这样子 我们真悟了以后呢 比如说 真悟了 真悟了以后呢 这个城市还是存在的 然后你人 还是存在的 但是你知道这个就是一种 一种环觉 错觉 这样子 那在这个之前 因为我们大家都把自己当做一个非常真实的这个人 然后把我们看到的所有东西 我们也就把它当做一个非常真实的东西来看 所以就是在这个当中呢 我们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这个情绪 这样子 那现在知道了这个物质是 是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 但是呢 它就是一种错觉 那这样子明白了以后呢 然后就是它虽然看得到 但是它不能给你带来太多的这些烦恼 就是这样子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也是我们 就是读一些这个高层大德的传记啊 还有一些 包括像前世经生论里也讲过 有一些这个大成就者 在众目可悔之下就消失了 这个我们想问一下 就是证悟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能消失 这位朋友对这个身体消失很感兴趣 就是从正常人的眼中 它就不见了 当然证悟的人 他知道还是人还是存在的 身体的消失 如果你是自追求这个身体的消失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这个真物啊 也不需要很高的这个境界 就是有一些周语 然后就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有一些谣啊 就是这些谣物和这个周语的作用 让你就是在这个 就是中无亏亏之下 你就会消失的 大家都看不见你 有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也不是证悟 也不是修正 跟这个修正是没有关系的 有那个 那个藏传佛教里面 就会讲到一些这样子 但是这个是 如果是你 如果真的很 这些谣物 还有你的周语 都每一个都到位 做得很到位的话 确实是可以发挥作用的 那那么就是呃 看不过就是证悟空性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也能具备这样的 另外这个 比如说通过通过证悟 啊消失这个柔体呢 这个呢 一半都是这个 比如说大圆满的呃 一些修行人啊 他死了以后 如果在七天这样子的事件当中 呃就不去动他的身体 然后就不去打扰他 然后这个他死亡的这个消息 也就不要公开 那这样子就是 这个这段时间当中 让他继续打扰的话 那那就他的这个身体 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就可以消到很小啊 啊 但是如果真正的全部消失了 最后就留下了这个 呃指甲和头发啊 这样子的事不是很多也有的啊 但是柔体缩小到一定的这个程度 这种人是人非常多的 嗯 那这个是要真无大圆满啊 但是他还没有打不需要达到像一地菩萨 二地菩萨这样子搞的境界啊 真无大圆满 然后就修行修得不错 然后呢 他在这个一生当中啊 比如说他自个人的个人悄悄的修 也没有给别人关钉 也没有把这个修法穿给别人啊 因为比如说给别人关顶呢 穿法这样子的话 还是活多活少就会受一些这些人的影响 嗯 所以就是一生当中都不给别人穿啊 自己悄悄的修啊 这种人呢 那就是证悟了以后呢 很多很多人都可以可以可以身体可以所削 削到很很小很小的程度 嗯 然后就网络上就有就说 藏传佛教的这些啊 这个所谓的这个红光身啊 其实就根本不是啊 是把这个人的身体啊 把就是切竹肉一样的 切短了 把里面的一个一块骨头就去扔掉了以后呢 再把它绑起来就属小的很小 其实绝对不是 这完全是诽谤啊 这个我上一次也发了一个关于这方面的一个微博 也许你们也看到了 比如说在藏传佛教里面 我们学藏传佛教的人都感觉到的 比如说他们对他们的这个上师的这个公经啊 这个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把上师的这个这个这个发体啊 这个一体啊当作竹肉一样的切 这个根本是不可永远都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这个就完全是非吧 不是这样子 这个确确实实是有的 那为什么他这样子呢 因为他他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缩小 就为什么死的时候缩小 那这个也有也有也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火的时候搭着的销锅 跟这个灵种的时候 死了以后的这个搭着的销锅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这个理由就是我们 现在比如说我们人活着的时候搭着 那么搭着的这个这个状态再好再好 也就是还是有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色声的干扰啊 还有我们的第六意识的这个干扰 有很多很多的干扰 所以这个搭着的这个销锅就不会非常非常好啊 然后呢 死了以后呢啊 就是人死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人的这个眼耳鼻色神啊 这些感官啊 他就停止工作了 然后就没有他们的这个呃干扰 然后呢 这个第六意识啊 第六意识也就停止了 停止了以后呢 也没有他的这个干扰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平静的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由大远瞒啊 这个他看到的这个真相啊 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一段时间的这个修行是一个非常有有力量的一个修行 所以呢 呃密法的这个尤其是像大远瞒大手印这样子的这个真正的修行人 他们把这个死亡不但是没有当做一个很恐怖的现象 而且他们把这个死亡就是当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的机会来看啊 所以就是在这个当中呢 如果大远瞒修得好的人就肉体是一定会缩小的 对 这种现象很多啊 就是 15年15年15年还是有一个就有一个呃 呃有一个我们的福晋就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老人家啊 呃他没有什么头衔他不是法王他也不是活佛但他真的是一个确确实是一个这个这个修行人 小大远瞒的人那么他就真正的这个缩小了他的身体就说我把这个照片也就发在那个微博上 可能也许你们看到了呃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 所以你努力你也有机会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应该都有机会 呃 坎布那就是说身体缩小就是即身成佛的呃一种标志吗 还是呃要就是说全部变成彩虹 呃他他是两种情况这个是大远瞒的两个不同的这个这个成果一个 是变成了这个彩虹那这种人这个往生的时候比如说凸皮的时候呃比如说像冬天啊一般是不太可能有这个彩虹这样子的时候啊那就是满天都是这个彩虹呃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香云呃确实是有这样子的这个蕊香 这个是真实的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没有他不是变成了这个红身啊他是柔梯缩小了但这个柔梯缩小也是一个成佛的一个一个表直这两个都是成佛的表直这个是不是因为人一个人死了以后然后就其他人去解释他的东西 而是本来这个大远瞒的这个鼠里面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秀这个大远瞒秀到一定的程度如果人死了他会有什么样的蛇粒子然后他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彩虹有什么这是讲得很清楚的 然后人死了以后呢确实是这个佛经里面的记载和真正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完全是这个温和 这样子还有第三个小问题嗯就是都是关于消失身体发生这个不是了就是消失之后的事情就是消失之后他他是他是以就是消失之后那么他还有一种存在的形式或者是呃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存在这个时候呃是获得了一种就是各种生命形式之间自由呃转换的一种自由 嘛是这样的是的这种彩虹这个叫做大远瞒这里面就叫做这个红光神啊红光神就是通过他的这个这个禅丁的力量啊大远瞒的这个智慧的力量把这个整个柔梯就装滑现在我们的这个呃柔梯的这个构成的这个物质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物质啊 啊然后这个宇宇宇宙的这个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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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这样子的 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变化 然后他也没有这个死亡 然后他永远都就在这个 宏广当中可以 可以度化众生 那这个是像比如说 像金刚沙朵 阿弥陀佛等等 这些佛的这些宝神 插土的这些佛的身体的 这个构成他们的身体的 这个物质 一般都是这种物质 对 他把人的身体就可以专化 还不需要死了以后 再偷生到另外一个空间 就直接就通过修心 把人的楼梯就装滑 这样子 一般的弥法呢 通过他的这个修法 就可以他可以搭开 开通他的内在的一些 七脉命点的这个功能 但是这种修法的话 他不仅仅是开通一些 七脉命点了 他整个的这个人的 这个全部的楼梯 可以可以这样子专化 啊 那么这个就可以这样子 证明 那过去在二十年前的话 就是比如说 呃 脑神经科学家 他们认为 这个人 逐渐逐渐长大了以后 这个大脑 就是他固定了 固定了以后呢 永远都不会再有再有变化 啊 然后呢 就是最早的时候 就二十年前的时候呢 有一个斯坦福的一个 一个女的科学家 他就是在老鼠的身上 就发现了 呃 可以改编 呃 这个大脑 呃 然后很多很多科学家 都都都不仁的 后来就是 后来就是 确确实实 就有很多很多的实验 就实验 就后来就发现了 那通过禅丁 呃 通过禅丁 可以改变 这个人的大脑 然后重塑大脑 啊 这样子 那么佛教里面呢 他不仅仅是这个 可以改变大脑 不是不仅仅是 重塑大脑 人 整个这个人的 呃 神体啊 他可以 都可以这样子 这个专唤啊 但是这个不是 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这个是 秀大约满 这么有成千三万的 秀大约满的人当中 少数人 可以达到 这样子的境界